炒羊 炒羊 你说什么乖呢 我跟这些讲解孙仁通行 说什么乖 说什么乖 上一期视频讲到 我来到了凤顺汤凉村 就在八厢厢的山谷里 这里不仅有秀丽的上色 还有飞环的故事 就在我结束了太阳村的拍摄之后 在航拍飞机 发现了在山的后面 还隐藏着一个村子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们来到了这里 当然也就有了视频开头搞笑的规划 我来看下眸心了 全部走出去了 你们这个村子 这里是以什么经济为主 也是中长的 没有 也没有中长 以前我是靠林业的 林业 林业的 水大了 就放水 把木头啊 竹子啊 放到那个五金户 哦 顺着这个水流而下 对 九粮村 一个隐秘的山村 我想如果没有本地人指引的话 外地人来到探浪旅游 可能不会深入到这里 在和大树的交流中得知 九粮村身处大山之中 历来就有靠山赤山的传统 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 不得不中止 也由于可耕种的面积实在有限 原本户籍人口有1000多人的村子 不得不面对现实 向来当前 现在的层住人口只有几十个人 不免让人觉得往昔 这个村子叫做九粮啊 位置就是在 梅州分顺八香山九粮村 这些的话应该就是在外面撞到钱的人 然后回到家乡建设一栋水质的房子 估计就是到节夏日啊 过年啊 清明的时候才会回来了 这棵树也是挺老的 这棵树也是挺老的 这棵树是棵树 棵树是棵树 看一下这里是棵树 哦 姓成的 都是一字成姓 哇 这样就特别有感觉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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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地方 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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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口都没关系 草阳 价石 草阳 можно叫做草阳 帳草阳 全都没有 他没有 有些人不太痛 我估计我看 我做的太太 你去过面太太 不太太 我没有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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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继续告达 对啊 开朗的老人家 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 也能够夸夸其他 虽然对于我们听不懂客家话的人来说是搞笑的对话 但从老人的表现中 依旧能够感受得到这份来自山村的存活善良 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念想 那为什么不在成员这里加一个楼梯呢 难道直接跳起来 像我真的是第一次来到这么深的客家地区 这边基本上都是很多房子倒塌了 这边基本上都是门户不用紧闭的 不用关门的 我估计可能平时也是很少有外人到这里 真的 我们上头那边 这个是有什么功效的有没有 不会 那个是鼓的 鼓血什么之类的吧 鼓血的 对吧 也想想弄的 平时在这里住的人多不多 住的人不多 全部出去的 没有修肉 那个 那个骨子也 我不好修行吗 没有田地啊 你看到 到过年过去的时候 人怎么样 就多一点吧 多有一些 也是在这里住的 那个孩子出去了 才有回来的 没有的 底板都不回来 谈人的鞋子要撤掉了 没有了 哦 也撤掉了 也没有啊 九阳村 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村 虽然大多数房子已经是人去悟空 但在视频的记录下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友善 让作为陌生人的我们感到无比的暖心 有缘看到这个时间动的朋友们 这里的位置比较偏僻 人生态环境比较完整 人与自然 和谐共存 如果你们想要到这里旅游 一定要爱护自然环境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